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贸易发展局合办的第十四届亚洲金融论坛 吸引来自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月六万六千名观众 一年两日的网上论坛 由早至晚跨越不同时区超过160位世界各地的政界领袖、金融专家、商界翘楚、课创企业家和经济学家 深入口识经济前景发挥全球商机 论坛主题为重塑世界经济新格局 如何重振环球经济成为讨论重点 诺贝尔得掌经济学家兼政策企业家保罗·罗密也分享了他的看法 Asia was no longer in the mode of simply catching up with the West catching u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2020 was the year in which Asia significantly outperformed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As it moves into this era of being at the lead Innovation, true innovation becomes more important and harder 創新和科技帶動金融發展 是今年亞洲金融論壇的討論焦點 兩位科技巨頭776聯合創辦人 阿力克西斯奧哈尼安 和Siri創造者之一盧克朱力亞 分享對投資和創新的見解 在全球疫情下 應變力和可持續投資的重要性 成為今屆論壇的焦點 一眾重量級港者 不約而同強調環境、社會 和企業管治ESG投資 以及創效投資的前景 更多投資者也在來 以為能量資格的成績 和成績成績 能力的成績 作為財務專輯 是如何把那些興趣變成行動 亞洲金融論壇透過網上展覽 和AFF DealFlow環球投資項目對接會 連繫世界各地的投資者 項目擁有人和初創企業 論壇展示了超過600個投資項目 和安排了700場一對一會議 這些交流和討論 有利於共創禁繁門的未來 很棒來參與這些集合 人們一起談論這些問題 科技、財務局 包括財務機會 和其他社交的影響 這集合作是一位很棒的集合 我會幸好參與其他人參與 14年後 AFF成為主要的 國際財務局 在年初 所以我们能赞助我们的参加兴兴的赛产 感兴趣的感兴感到世界上的感兴